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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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期间 被坊间称为黑暴的苹果记者 获客二人优待 准许进入中大采访 企图植苹果日报等传媒 造谣生事 抹黑警察 煽动舆论 美化暴徒的暴力恶行 然而当时被接待参观的苹果日报记者 忘记关掉网络直播系统 向外界全程直击暴徒的阵地 刺探军情的撩望台 军火库等情况 通过镜头 港大市民及警察 清楚看见暴徒自制的汽油弹 投石器等武器 中大示威者内部的军事机密 租诸队有苹果日报记者洩漏后 网络直播评论区里面 大批极端网民 怒骂该记者 要求立即关掉直播 11月12日午夜 数十名黑衣人 走到鄰近中大的科学园 破坏其中一栋大楼的大堂玻璃 并闯进大堂投摘汽油弹 大楼火警中即是大明 黑衣人随即快闪离开 事实上 由于11月6日 香港科技大学 有内地男同学 被黑衣学生私营毆打 因此 多间大学内地学生 都处于极大惶恐之中 11月11日后 中大校园里面 大批黑衣人 封岛及把守学生主要出口 并多次进入内地人宿舍大楼 敲门滋扰 由于人身安全受威胁 及大学宣布停课 不少内地学生紧急返回内地 到深圳多个青年驛站站住 11月12日 警方表示 基于安全理由 以安排水晶轮 在中大对开马尿水码头 接载搬离校园的内地生 除此之外 台湾教育部 为保障在香港读书的台湾学生安全 也紧急安排六成台湾学生返回台湾 荷兰多间大学也表示 鉴于香港局势不稳定 并出现暴力情况 呼吁约300名 正与香港留学的荷兰学生 尽快回国以策安全 其他外国留学生也纷纷出境 据悉 香港八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 共1.8万多人 因应中大情勢 示威者在网络发起多区游行示威 维艺救赵 企图在香港多区大肆破坏 分身中大校外的警力 暴徒在上水 铜锣环 九龙塘 沙田 屯门 大埔 旺角 荃湾及香港仔等地 发起快闪倒路 纵火及破坏商场和商店 警方施访催淚弹驱散 市面一片狼藉 同时 民众带着补给品 以不同方式 前往中大支援 因应所谓 维艺救赵的暴力行为 浸会大学大门对开 有抗争者在天桥纵火及倒路 在处置社上支持中大 事实上 经常有暴徒不小心 被自己人的汽油弹 引致全身着火 需要身边黑衣人 及急救人员现场急救 实在是引火自焚 桥下分别有人向司机 和他的货车 订汽油弹和砖 结果订中马路上的黑衣人 脚步着火 11月15日早上约6时 中大校园有示威者同意 重开吐露港公路南北行各一条行车线 清理原本堵塞的杂物 让车辆通过 条件是要求政府24小时内 承诺不会取消或延迟区议会选举 否则会重新堵塞吐露港公路 据报有政府路政署人员 清理吐露港公路期间 遭弓箭恐吓 人员需要立即撤离 早上约6点有人清走吐露港公路 近中大2号桥路段上的杂物 南北行各有一条行车线重开 中大校园电台报导 三个逗留校园的黑衣人凌晨建计者 说连日堵塞吐露港公路 对长者、基层工人等出入带来不便 决定早上6点起重开来回方向各一条行车线 并向大众表示协议 不过重开只是维持到早上7点多 警方在南行方向近陆恩山庄 和北行近污水处理厂设路障 到中午先正式重开 东局解释公路多条行车线 面有玻璃碎、离器等的杂物清理及准备需时 而工人在走中大2号桥对出一段公路时 亦遇到突发情况 有很多疑神向他们呼叫、叫哭、有很多说话 甚至乎有些承建商的工人 看到有人向他们拉工 他们觉得安全有些威胁时 他们也会退开 他们就会暂时离开了 说自己开路是一个释出善意的做法 我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善意 只是知道他们要挟全港市民 去讨价还价、讲条件 他们又说肯开路 但又不让路政署的人靠近 去做一些改道的工程 各大学的管理层 亦都不能完全游说他们自己的学生 也管不了自己的校园 管不了校内内的暴徒 大学多年辛苦建立的声誉排名 就好像大学百年老鼠一样 割了就是割了 没了就是没了 这是大学管理层和大学生 不愿认清不愿承认的事实 11月15日 中大校长段崇志在官网发表公开信 除了对市民交通受了致歉 也在声明中表示及呼吁 我们的校园已遭受包括外来的无面示威者佔领 情况完全失控及不可接受 所有外来人士即时离开 否则将寻求政府协助处理 直至11月15日下午午时 警方与中大校方达成双方停止攻击协议 学生会亦呼吁校内及宿舍学生尽快撤离 除了中大校园变成空城 前线示威者 其他留守人士 以及自称和理非的人 逆葵和背囊及行李箱离开 一年五日中文大学激烈冲突后 11月17日 警方表示 单单在中大二号桥一带检走的大量危险物品 包括 约400支汽油弹 20公升电油 及4公升腐食性液体 校园内 多处环境及设施毁坏 围下大量物资及汽油弹等武器 警方指 校内一共手获3900枚汽油弹 是行动以来手获最多汽油弹的案件 警方指 这3900枚汽油弹 如果以10秒钟投策一个的速度计算 最少要11小时才投策完 另外 校内有危险物品仓库被爆洩 近100公升的龙硫酸 龙烧酸失洩 该化学品可以用作制成汽油弹 及其他非法用途 严重危害公众安全 另一方面 11月16日 一群中大内地生向校长段崇自发公开信 至近日在大学及香港街头发生的暴力活动 以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及生活 中大内地生重新 支持警察进入中大依法履行职责 包括搜集证据 保护在校人员人生安全 及学校财产安全等 重新反对把政治斗争蔓延至校园 暴力割席 此外 中大内地生质疑校长包庇暴力学生 反对警务人员履行职责 更公然支持这些因为进行暴力活动被捕的中大学生 此举 罔顾中大内地生的人生安全 牺牲他们想学习的学生的利益 内地学生的合法权益被持续地忽视和损害 警方指 本港多间大学被改造成暴徒基地 罪恶温床 示威者接管校园成为兵工厂 製造汽油弹及武器 令大学成为暴乱的桥头堡 警方直指校方以暴力管理 只是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 为什么中大示威者经过一轮死拼对抗后 却忽然会撤离中大呢 网上流传 有前线义务急救原子 由于理大传出要人 所以不少人离开中大 改为前往其他院校 故此 由11月14日 示威者转移到本港其他院校 暴徒占据理大 浸大 城大等天桥高位 将大学变成兵工厂 进行恐怖主义破坏 其中有暴徒转移到红磡理工大学 有人从校园向七咸渡栏 投下盆栽等杂物 警方向理大学员发放多门催泪烟 暴徒连回向红磡收费厅 投窄汽油弹中火 其间更有人射火把 以至九龙入口路面起火 隧道职员努力撲救 并同时通知消防人员到场处理 理工大学轮近的红磡摺二连三 租示威者堵塞及纵火 红磡行政大楼的办公室 租人入内示意捕乱 其中有人拉出消防喉 水积布满地上 木门及玻璃门被击碎 电脑 显示屏幕 闭路电视录影镜头等 均被打破 玻璃碎片及杂物散落一地 对方在大楼对面路面的杂物 亦遭焚烧 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称 收到一张由摄影记者马超毓拍摄的相片 显示李大校园内 有一个榜上大量致命螺丝的压缩气体罐 疑似万一警察攻入校园 示威者就可以用汽油弹 引爆压缩气体罐 成为对付警察的土制炸弹 11月17日中午 理工大学附近开始成为战场 警方以2000警力封锁利大 更出动两辆水炮车及装甲车 与黑衣人对峙及击战 除七咸到南 暴徒也在唱运道天桥上 设置路障阻止警方推进 半小时内向警方投杂几十枚汽油弹 一名传媒联络队警员小腿中箭 亦有黑衣人于高处用弹弹射汽油弹 期间暴徒改为聚集于七咸到南 近畅运道交界 用雨傘及保鲜纸切防线 更出动投石器 警方曾警告停止使用武力 否则使用致命武力 而七咸到南畅运道一带 多处已被蓝色水炎成蓝色 警方曾多次呼吁市民离开现场 切勿前往该区及支援暴徒 否则也有可能干犯暴动罪 此外 警方亦于现场使用锐武装夹车上 俗称聖波炮的长距离扬升装置 在草炒的环境下 能够有效长距离传达重要信息 警方重申 装置是一种广播系统 并非武器 据了解 是警方首次使用这个装置 但是暴徒仍然四处中火 令红碎天桥火势猛烈 苹果日报记者 在尖沙咀示威现场直播时 被暴徒黑尔投炸汽油弹 记者受惊尖叫 并大骂黑尔人 在神经病马 或者 事件于上次中大暴乱中 黑尔人遭诸队友 苹果日报记者洩漏军事机密有关 疑似是黑尔人对苹果日报的一次报复 多间大专院校 包括浸大 理大 城大 科大 及港大 发出联合呼吁 希望理工大学一带的各方克制 并请理大学生 校友 及其他人士尽快离开现场 然而 示威者却在理大及附近一带大事破坏 理大变成重灾区 校内多次发生爆炸 示威者 向防暴警察 投扎多枚汽油弹 战况激烈 示威者与防暴警察 扯箭扯走 一批示威者 远柯士丁道 佐敦道 及侧行道南 一带淘跑 期间 再摘多枚汽油弹 狂攻警察 防暴警察多次以催淚弹 橡胶子弹 装甲车推进 及水炮车还击 期间 有装甲车租汽油弹 监定中着火 ikkas is coming if arrest many here fear physical or sexual assault and long prison sex Skol水 韩国家人 警察跌 sin沙发 在他们的帮助 从基础的凉临 和行动 有些人被拒絕到平坦的旋律 和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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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香港,2019年 有些人被拒绝了 中国人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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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危险的事情 有两个目标的目标 准备的标准的标准车标准备的城市 要做的,他们要准备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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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每一位在世界上中的外国 都会受到 震撼了火力的方式 用火力来使用火力 准备我 准备我们 这个是我们来得出的 这个危险的阻力 其实我认为 这个阻力是满热的被热码 和它是开放的 人家的火力 开始出现 他们开始移动车宝购的暴码 但它太晚了 一夜,我们看了两个人玩了一种玩家和猫的玩家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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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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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案 随便 空五半之振 scar 几乎这样的学生 一半大碟领良酒 浓风太过晨 稍时 最感兒奈 如果参 但现在 11月18日 御白速龍警察連同多名防暴警察 抵達柯士顛堡及彌敦道交界報防 準備作出新一輪驅散行動 及至清晨約5時半 防暴警察突擊拘捕李大愛多名示威者 其中警方清潔或確切情報 有示威者裝扮成急救員及記者逃避刑責 行動中截查51名自稱致遠醫護或記者 當中12名指稱醫護人員及3名指稱記者 卻沒有相關資格 因此涉暴動罪被捕 而其他專業急救員及記者 經查證身份後則獲放行 理工大學警民工房 直到星期一夜晚仍未完結 示威者多次嘗試突圍離開校園失敗 警方促請示威者放下武裝自首 所有出來的人 我們是會用涉嫌暴動去拘捕他們 如果他們不是嘗試衝擊我們的防止 我們是不會需要使用任何武力 在星期一夜晚被拘捕人士當中 有不少人穿有社友傳媒及醫護字眼的反光衣 警方說拘捕行動並沒有針對職業 我們都收到很確切的情報 知道有些暴徒是以換裝變身穿著反光衣服 去募認記者或義務的急救人員 直至希望逃避拘捕逃避刑責 因此我們目前會先拘捕所有身份有可疑的人 有51個自稱是志願醫護或記者人士 其實當中我們發現有12個人自稱為醫護 但他完全沒有任何急救或醫護的資格 而在記者方面 我們都發現有部分穿戴記者衣服的人 根本無法出示任何記者證明 在經過身份核對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有些專業記者 我們都將他們放行了 對於警方被指持有自動步槍及衝鋒槍等裝備 更加安排追擊手在利大外戒備 警方這樣回應 我暫時沒有計劃攻進去 因為暫時我看不到有一個迫切我的需要 至於你說話 我們使用的武器裝備升級 首先第一 你剛才描述的那些武器 我們一行都有 是我們的常規制式武器 最棘手 我們有專業的訓練 我相信我們以往飛虎隊出勤 大家都見過 我們從來都有這個能力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會使用 11月18日清晨約3時 有受傷的女被捕人 被救護員及額戒警員送上救護車 行至佐敦道及渡船街一帶 被大批示威者攻擊救護車 並搶走被捕的女傷者 然而押解警員不斷提醒示威者 你們的手足現在受了傷 必須緊急送往醫院治理 否則會危及他的性命 但示威者不但無聽重圈高 反而襲擊救護車內的押解警員 暴徒向警員投窄石頭 及臨撒不明液體 一名警員在生命受到威脅下開錯三槍 警方對於暴徒襲擊警員 並搶去被捕犯人 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香港警察隊員左級協會 前主席陳祖光表示 由於彈珠及弓箭均為致命武器 警隊高層必須拿出更堅定的決心紙暴制聯 他引述一名警察的法文指 面對一次又一次致命武力襲擊 你們還拒絕我們使用同等的武力層次 難道我們的性命就不是性命 我們都是家人的爸爸、老公、兒子 我們只是血肉之軀 另一人就指 暴徒變本加厲 市民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包容 軟弱、扮可憐的警察 而是一個敢於執法 面對犯罪分子絕不畏懼的警隊 內地官媒發文 為保障前線警務人員基本的生命安全 警隊應該立即授權 上街執行任務的防暴隊 攜帶並使用步槍等 火力更強的中距離武器 由於理大被圍困 示威者再次發起維藝救召 在香港多區大肆破壞 萬人集結尤尖旺 企圖向理工大航進發 示威者於尼敦道及左敦道交界 持續與警方對峙 並投擲多枚汽油彈 防暴警察以催淚彈及橡膠彈還擊 由於示威者在路面布下大量障礙物 警方一輛水炮車及銳武裝甲車軍爆胎 理大一大有示威者聚集 前往理大聲門理大學生 期間有人大叫救學生 示威者於七銜道南聚集及設防線 在市政局八周年紀念公園設置路障 與防暴警察對峙 警司劉兆邦一度向尖沙咀 左敦及尼敦道一大示威者表示 如果示威者以汽油彈、弓箭、汽車等致命武器 襲擊警方 警方會以實彈武器還擊 大批防暴警察在周遭戒備 毒勢仍然相當緊濱 防暴警察朝尖東南洋中心及八周年紀念公園 發射掃門催淚彈 11月18日早上 理大學生會內務副會長表示 理大約有500名學生仍然在校園內 校園內的物資已經消耗了一半 部分人出現低溫情況 全身持續戰鬥 另有多名示威者暫時放棄手勢 衝出理大校園 在尖東一帶投放汽油彈 警方亦隨即在附近一帶 包括科學管道、暢運道及七銜藍道等 施放多枚催淚彈 警方在理大附近及尖東一帶進行折查及搜捕行動 其間尖東南洋中心海有超過50人而非法集結 被警方折查 逐一手伸及套上索帶反幫雙手 11月18日晚 有示威者為了逃避刑事責任 企圖從理大石座天橋游省離開 亦都有人失足墮橋受傷 及至被警方發現 驅散逃走的示威者 由省而下的示威者成功被大量俗稱家長車的旅遊巴 和電單車接走 企圖避開刑事法律的責任 終於 到了11月19日清晨 香港中學校長會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發聲明 指校長代表與警方協調後 作出以下安排 學生與18歲以下可到特定為自由校長直接接走 警方不作拘捕 至留下照片及記下身份證資料 保留追究權利 但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 會以暴動罪即時拘捕 律師可以到登記地點協助 因此 多名中學校長進入理大校院 與留守人士及學生溝通勸行 有學生堅決留守 另有留守人士批評校長是督灰者 連自己學生都保護不到 中學生都保護不到 我們要自己選吧 讓他自己選吧 讓他自己選吧 大家先讓他自己選吧 讓他自己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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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選吧 11月19日凌晨 理大附近多區均有大型衝突 煲圖煲力行為再次升級 尖沙咀尼敦道 左敦道等有人響應網上號召 都處聚集 包括尖沙咀七咸渡南 梳士巴黎道 佐敦歐士甸道及紅磅毛湖街等 警方與暴徒爆發多次衝突 部分示威者表示要救Polly 保線電視採訪隊在尖沙咀嘉年威路 造黑衣人投擲汽油彈 攝影師及助理被燒著 頸、耳和手分別燒傷 需要徒步20分鐘到醫院治理 其中 尖沙咀梳士巴黎道有多輛汽車在路上被縱火 有300人於半島酒店對面的太空館靜坐 聲援留守校園示威者 更有示威者在梭士巴黎花園 發起所謂理工大學人道救援祈禱會 截至11月19日晚上11時 李大示威者經過幾天對視 德偉卻逃走失敗 有800人自願走出校園投降 當中有300人為未成年人士 只登記就可以離開 不會即場拘捕 警方估計 李大內仍有200名強硬派示威者死守 他們持有的汽油彈等危險品 相信多於早前在中文大學檢獲的近4000枚汽油彈 警方希望留守示威者放下武器資源離開 和平結束事件 李大校園總共被拘捕或被登記記錄人士 多達1100人 大部分都不是理工大學的學生 年一來 不斷有人希望以其他途徑逃離校園 11月19日 多名示威者嘗試從地下水渠離開 他們幾經討論 並打開校內多過渠蓋時測 部分水位非常深 部分則非常臭 基於種種困難 最終部分人因為擔心危險而放棄 但也都有人停而走險 冒死一事 這日晚近九點所時的事發時 大批消防員在李大中 在一個停車場亦的水渠隔離去搜索 現場消息指 有十多人經過水渠離開李大 大約半小時後 有三人因為身體不惜 接犯爬出來 消防接報後到場出動人 多次入到水渠遷救 暫且確定水渠亦都沒有人逗留 現場消息指有十多人成功經水渠離開校園 11月20日早上 警方發現有三人在紅磡打開渠蓋 全部以暴動罪拘捕 根據消息現場指 早上約9時 有一人成功從渠口爬出 外面有數人接應 在渠內仍有人被困 附近戒備的防暴警員隨即制服數人 並照來消防前來救出被困人士 警方拘捕6人 罪名都是暴動罪 以及協助犯罪 其中一人不惜宋怨 據了解 其中一人爬進里大廈水道 並經過12小時的逃走 而最終從骷操渠蓋爬出來 混身惡臭的人 竟然正是積極煽動無知中學生抗爭的 共獨組織熱血公民副主席 鄭錦滿 據報 原本有17人同行潛逃 但有3人無法忍受惡臭而截犯 而血公民組織隨即在Facebook正室 副主席已在紅磡渠蓋爬出來的時候被捕 故此 近日里大外面一帶 多個渠蓋均有防暴警察界被及打開渠蓋視察 防止再有黑衣人從渠蓋爬出來 消防隊也怕歪人進入坑渠裡面搜索 避免有人在坑渠內吸入臭氣而暈倒 然而 值得留意 據網上流傳消息 今次警察能夠成功破獲從下水道潛逃的示威者 是因為一向支持黑衣人的《蘋果日報》獲得第一手消息 只有人牽計得知有10多名留守理工大學的示威者 成功經水渠逃脫 正在下水道裡面 於是率先向外界發布這個所謂的好消息 結果警方從《蘋果日報》一方 得知里大裡面的黑衣人的機密情報 暴露了潛逃者的位置及資訊 令警方加緊留意里大一帶有可疑人士聚集的渠蓋 輕而易舉地接獲潛逃者 憤怒的異血公民主席直馬 《蘋果日報》是豬隊友 全心靠害出賣隊友 成為潛伏最深的臥底 另一方面 有本身為牙醫 姓趙的義務急救員 曾於中大及里大激戰中留守 發現里大衛生環境和留守人士的心理狀態均比中大差 中大急救站環境專業 人人有希望 反之 里大環境越來越差 餐廳及廁所的環境都很恐怖 有傷口就很容易感染 更重要的是 里大的示威者已經很絕望 於11月19日 據報校園內有一位默默垂裏的學生稱 起初一群示威者聲稱與手足齊上齊落 守住里大前線 當里大被遺視 網上有人呼籲各區開花 反攻里大 但真正有示威的地區屈指可數 根本不是想像中的各區開花 他覺得被外面的人出賣了 覺得是End Game 過往兩星期 中大及里大的暴亂事件轟動全港 甚至轟動全世界成為國際關注的頭條新聞 然而 對於石安教會特興姊妹而言 他輕易發現衝突事件中 充滿大量共同信息 一 爆發大範圍衝突事件的中大或里大 都正是近年石安教會主力舉行對外講座的地點 包括 中文大學附近 與吐露港科學員舉行的DOME馬德拉校演講座 及理工大學附近 與佔東南洋中心舉行的PZ原尾音式講座 驚人嗎? 無讀有鈕 這兩處港座舉行地點 即中文大學的吐露港及理工大學的佔東一帶 正是這兩場暴亂衝突的核心地點 過往的天馬座行動信息中 中文大學的吐露港及理工大學的佔沙著一帶 曾多次被提及 是帶著大量共同信息指向石安教會榮行身份的地方 其中 吐露港正是古時盛產貢品珍珠的地方 正好對應香港是東方之珠 及希臘神話中 由珍珠旁誕生最美麗女神阿弗洛迪剔的共同信息 對比石安教會就是智慧與美麗並重的辛苦 除此之外 今次衝突的焦點 中文大學二號橋 不單是中文大學校內 通往POME馬德拉校應講座地點 直通往科學園的唯一要道 並且二號橋正是位於吐露港的馬尿水 是以馬命名的地方 對應神給予石安教會四馬的共同信息 甚至二號橋對岸就是馬鞍山 更是四馬騎士的共同信息 至於馬鞍山 更是我們發現石中劍出現馬德拉效應 由舊燃石插在大石變成新燃石插在填岸上 從而構成石安劍即石安劍 印證石安教會就是The One 真命天子的共同信息 此外 上年3月18日 Ediforum舉辦The Legacy傳聖 Ediforum畢業禮 同時也是石安教會唯一一次的大型畢業禮活動 舉辦地點正是中大 事實上 這一次畢業禮更出現大量共同信息的奇妙印證 另一邊上 新聞裡常常提及 受理大衝突圈圈的尖沙咀一帶 包括 塑士八里道 太空館 半島酒店 佔東 南洋中心及紅磅毛湖街等 更是天馬作行動信息多次提及帶有共同信息的地方 無二 今次事件涉及的地方 顯然是絕非偶然 為要成為印證石安教會與完解香港亂象 神知視點漢奇局信息的超然性 三 或許大家有所不知 其實早在今年7月 首昂教會內部本來預定在11月舉行一次TOME馬達拉效應講座 甚至當時已經預約了場地 而且舉行日期正正是上星期61月16日 即是今次中文大學衝擊事件完結 示威者撤離中大同時轉戰理大的同一日 只是踏入今年9月入荒木斯山日之後 反修例風波愈演愈烈 於是教會決定各自租用科學員舉辦TOME的安排 然而這兩場大學暴動事件的轉接日期 卻連一日都沒有變差 正是今年11月16日 即是按教會原定於科學員舉行的TOME的日子 當時套路港及港鐵東鐵線 仍未全面恢復正常 整個社會仍不斷發生大型衝突 甚至教會需要發通告 暫停於11月14日至17日期間 所有家序、主日聚會及所有教會活動 將主日訊息改為網上發布 無二 教會於今年9月取消TOME的安排 絕對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透過中大及里大的暴動事件 及上述種共同信息的經人印證 再一次讓我們見到 歷史及現實都是環繞石安教會而轉動 好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舞台 配合石安教會完成神級餘的終極定命 成為西人的答案 欧如今,早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在這麽龐大的動亂壓力底下 正式撤回了逃犯修訂條例 欧如今對香港局勢會朝向甚麼方向發展? 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上次8月26日錄的時候 已經說到 當時很有趣的 你們問起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即使林鄭月娥可以撤回的時候 都其實是無用的 這邊就會更加變本加厲 當然大家現在看到 她真的照做 錄完之後 到現在過幾兩個禮拜之後 她真的有做了撤回 剛好還要88天 88天之後 所以變得很瘋狂 共同信息在這一點當中 都瘋狂得很厲害 還在兩個多月前 即今年9月9日 當時 反修例風波緊發生了三個月 社會上的示威者 即所謂的和理非和勇武派等 仍然以示威、集會、和理拖 以及某程度衝擊警察的方式 標榜示威活動 都是所謂的和平、理性以及非暴力 當時 多區示威者發起多次手牽手的人鏈 清足出香港之路 網上亦呼籲參與者不要走出馬路 不要作出倒路行為 兩個多月前 示威者仍然希望透過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期望得到國際關注 有中學生趁著暑假以及剛開學的時間 再以和理非行動表達訴求 亦有示威者人士認為 行動應屬和平、不暴力 亦不希望市民衝擊港鐵站 當和理拖以及香港之路達成目的 成功組織起一條長長人鏈 就應該結束行動 不應該訴諸暴力 即使到了9月13日中秋夜 各區都有人以和平方式組成人鏈 表達對政府處理反修例風波的不滿 有市民更登上獅子山頂 希望向政府顯示香港人不謂艱辛 會繼續堅持爭取五大訴求 亦有網民在網上召集市民到各區公園聚集 參加Be Water中秋上登晚會等 然而兩個多月前 即今年9月9日當日 日和牧師錄製這篇主日信息時 竟然按住神的感動 預告接下來香港的局勢必然會更亂 黑衣人的示威者 必然會變本加厲地推進民主暴政 提出越來越橫蠻無理的訴求 令政府永遠無法和示威者得到有效溝通 達成和解 結果 當日和牧師作出前瞻性警告的一個月之後 今年十月初 完全應驗日和牧師的預告 示威者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新增第六個所謂訴求 就是解散警隊、黑不用門 示威者表示 五大訴求已非最低門檻 認為政府最少要改革 甚至解散現有警隊 除此之外 兩個月前 即9月9日 當時 黑衣人的暴力行為 僅僅只是騷擾地鐵站 在街上與警察對峙 仍然未視無忌憚感 在多處縱火以及破壞 直至日和牧師作出警告的一個月之後 即10月1日國慶日開始 黑衣人在香港多區爆發衝突 部分中資銀行分行 美心集團旗下商店以及港鐵車站等 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中資銀行被縱火 鐵閘、玻璃、CCTV閉路電視、櫃位等 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營毀 甚至 在11月11日開始 短短兩個星期內 示威者在中大以及理大製造嚴重暴亂 示威者自製武器以及汽油彈 取走大學的弓箭等攻擊性物資 在校園內縱火 以雜物和汽車捉起防線 防止警方進入校園執法 更向防暴警察投擲汽油彈、戰況激烈 防暴警察則以催淚彈、橡膠子彈、 裝甲車以及水炮車還擊 隨後 警方在中大手獲3,900枚汽油彈 以及其他危害公眾安全的化學危險品 在日文牧師作出警告之後 短短兩個月內 示威者推行民主暴政的手段不斷升級 變本加厲地使用暴力 出現搶槍、襲警、濫用私刑、謀殺區議員 殺警察以及磚頭殺死異見人士等 不可思議的行為 令政府無法和市民達成和解 情況完全應驗入 華牧師兩個多月前的警告 但問題就是 因為簡單來說 如我所說 用最舊式的方式 怎麽為之最舊式的方式 是因為 總之在這邊 美國推行的做法 你用舊式的方式 只會加火水加電油在這把房間 因為在這邊 即使當你答應了 只會下一個訴求 第一就是當你說謊 即是你沒有誠意 或者你說的時候沒有跪下 這樣也可以 所以就算現在 他在這樣做 我當那邊承認了他 他下一個就說 那行了 你下台 我當他又下台 OK 下台 你坐牢 一路數下去 就是這樣 即是說 其實根本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但為什麽這邊又這樣推進呢 原因很簡單 你讓步 我們接近成功 從此仍需努力 是吧 他們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在等著你要做 這件事 因為其實那個做法就是 你鎮壓也不行 我已經在之前說過 但另外你就是 你withdraw 或者你收回 其實也是不行的 其實其中一個訴求 只要求林鄭月娥下台 總之就是他一下台 就是你坐牢 好了 如果真的說坐牢 審他 你不中心監禁 你又是不接受我們的訴求 中心監禁 最好有死刑 第一個 最好是死刑 我正在說這一個 我正在說這一個 就是民主暴政當中 根本有一個特性 即是他的特性 但問題那邊 連我們告訴他們 他都沒有解讀這一個事件 仍然是煽福點火 但使這一邊的氣炎更加增長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接著下去 我們將會看到的走勢 就是說其實 政府在完全不知道 如何處理下 其實是做他們一向的手掌眼見功夫 以導致這件事繼續惡化 當問及這次反送中運動的走向的時候 由華牧師分析 無論以硬的方式鎮壓 或者是以軟的方式去妥協 撤回的時候 都不能夠平息這次事件 原因 假如行鎮壓之路的話 就會套入美國所設的陷阱 就是在按著他們原定的計劃 因著鎮壓 而急速大量製造雙方的仇恨 但假如以軟的方式去妥協 撤回的話 訴求就會越來越多 沒完沒了 也就是好像黑社會收保護費一樣 假如因著恐懼而支付的話 這個只會助長他們 鼓勵他們 當他們知道 他們的氣炎比你大的時候 你就要跟隨他們 並且加上之前的仇恨 就成為了火上加油 讓他們的氣炎更加厲害 訴求更加多 到一個階段 政府要連本帶來的規劃 所以他們現時的訴求 已經包括特首下台 解散警隊 因為當特首和警察不合他們的心意的時候 連特首和警察都要被消滅 在這個角度看來 其實反而不斷鎮壓 不妥協的話 還可能是一條出路 但假如兩者一起做的話 這樣就會墮入美國 所刻意煽動的顏色革命 因為它一定是走黑社會路線 而應對黑社會路線最切忌的 就是怕了他們 因著他們的訴求而不斷妥協 當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使他們更團結 讓他們知道 當他們人數夠多的時候 無論他們是多麼無理 但卻是有更大機會 可以爭取到他們想要的事情 以及達到他們的目的 所以 當特首林鄭月娥 在反修例運動出現之後的第88天 出來妥協的時候 其實 是變相鼓勵這群黑衣人繼續做下去 去爭取其餘的訴求 因為 當你妥協的時候 亦變相承認他們是正確 自己是做錯 並且 它亦已經變相保證 示威者的方法是有效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樣 對於示威者而言 亦就是給予他們最大的理由 讓他們繼續做下去 所以 現時局勢發展至今 其實 正正就是顯示出 政府連那麼顯錢的社會心理狀態都不知道 才令他們代入這個深淵裏面 事實上 對於法治、法律、民主 亦可以藉著協商、妥協的方式處理 求同傳義 然而 對於黑社會 就當然不能夠妥協 因為 這個只會令社會變成民主暴政 亦就是當人數夠多的話 就算是無理取鬧 政府都是要屈服 這個已經變成了政府直接的鼓勵 當他們越鬧越大 接二連三地繼續做下去 政府更是沒有辦法 只能夠妥協 退讓更多 變成示威者的民主暴政 因為我所說 他們仍然是無知地想著解決那件事 但在解決這件事下 他們更加煽動了這些人的思維 更加被誤導 他們一直都是在做這件事 就如我所说 为什么当时我们占中十二部曲 是可以在四五年前对香港这么大影响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早打从那时就知道问题 但是这帮低能的政府 是自作自受的 因为它已经是固有思想的陷阱 就是说每一个人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个固有的思想 这个思想做了很多年之后 他永远就按着这个思想的逻辑 去面对会一件新的事 他们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社安 我们每个星期都愿意放弃固有思想 这样生存了过去三十年 所以在我来说 他这个问题 我几分钟就可以认识和解决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早几年 可以知道这么多这些事情 但是问题 你猜他迟我们几年就可以知道 或者解决 不是的 因为他们这种固有思想陷阱 是导致他们应该说 他们入棺材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 但是有人告诉他们 还要他们放不放下他们的身段 就像我经常都说 就是军王的首领来 我们都要放下他们的身段 他们要不要放下他们的身段 就是谦卑的听听 比如聪明一百倍或一千倍的人 他们那种骄傲的那种傲气 可以说现在就是满面都羞辱了 就是每个人针对他们的人 哇 见到他们就骂 有机会就用粗口背后去说他 其实你现在觉得这些尊严 你还要维持 那你变成了最后都是 被这一边五道的市民去伤害或者侮辱 日王牧师分享到 现今因为反修例风波而诞生 没完没了 毫无道德底线的黑衣人动乱 令香港由以往 普遍人民和政府官员 彼此尊重的气氛 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现今 情况急剧恶化 无论是自称勇武派的示威者黑衣人 还是所谓站在道德高地 争取所谓民主和理非的人士 甚至以往我们看为尊贵的警察 议员及政府官员 都不断以不堪入耳的粗言位于 谩骂敌对政见的人士 然而 这种纯粹以侮辱和言语暴力方式 不断指骂对方的情景 以往我们只会常见于一些低下阶层的市井流民 或是黑社会等亡命之徒的口中 对比我们上一代的香港 政府官员或议员 都会对自己的言行甚为谨慎 绝对不会胆敢在公开场合 普罗大众 记者和镜头之前 以粗言位于欲骂敌对政见的人士 或是与敌对人士对骂 以往这种做法 是不会被大众接纳 并且必定会被社会人士大肆批评 指公众场合讲粗言位于 是有失身份 造坏榜样 有嫁坏年轻人之嫌 然而 大家不会以为香港这次风波平息之后 香港人就会回复以往的礼貌 其实 这是一种一去不回头的趋势 因为 台湾自三十年前有所谓的民主选举之后 议会和民间常常因为政见不同 发生大量言语暴力和互相纸麻 甚至大打出手的场面 至今仍未停止 甚至已经变成台湾政坛的常态 所以 香港都会如台湾一样 甚至 言语暴力将会超越台湾 育下就会因为政见不同就打架 成为新常态 变得没完没了 但现今的香港 大部分参与今次事件的人 无论是正反双方 都已经完全放弃道德底线 遇上政见不同的人 不论是平民 议员或官员 都可以说出最不堪入耳 最侮辱性的说话 以往从未出现过这种普遍性 即使香港大部分市民 对政府官员不满 我们也从未见过 他们会对政要 议员 义己和不同政见的人 态度如此恶劣 做出这么疯狂的侮辱 甚至 假如以往有人这样做 或是对全部官员的态度都很差 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二类 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但现在却不同了 这些出来表达政见的人 全部都是用这种态度 对待政府官员 和不同政见的议员 议员在议会中 不单以粗言谓语彼此辱骂 甚至 更以粗言谓语辱骂特首 例如 有亲政府建制派女议员 因为不满特首林郑月娥 才是推动修订逃犯条例 引来庞大民意反弹 及数十万 甚至声称想百万民众上街示威 后来又暂缓修例 令一席支持政府的建制派议员立场 十分尴尬 难以向支持他们的市民交代 因此 有传闻指出 这位女议员已粗言谓语辱骂特首林郑月娥 一时之间 成为众多保障 网站的头条和市民的业劃 以往香港尚未出现五年前的占中事件 以及现今的黑衣人事件之前 即使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身份 背景和立场 无论是亲政府 还是反政府的一方都好 无论是大学生或中学生 他们对官员的态度 都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令香港正要意面对这么大的侮辱 简单来说 有史以来 香港新闻报道中出现的粗言谓语数量总和 亦不及得上现时暴动中的粗言谓语数量 因为 现时每一段有关今次示威和暴动现场的新闻 都满报粗言谓语 每一段议员和议员之间 不同政见的市民之间 警察和市民之间 以及示威者和黑衣人的口中 市民万骂警察的说话 都是以粗言谓语互相对骂 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 过去几十年的新闻总和 都从未出现过这么多的粗言谓语 如果电视台不想播放含有粗言谓语的影片 就只能选择静音 所以 现今的香港 不单只变成一个暴力都市 甚至 已经变为一个充满粗言谓语的都市 所以 现在的发展 仍然是我所说的 香港政府一直未遇过这样的对手 但这个对手已经是 最少将这件事复制过在12个国家 所以这边的骄傲仍然是觉得这样做 旧式的方式是有效的 但根本人们已经铺牌 情况远远多过这些林吉普佛脚的做事法 所以变成只会更加恶化 这边更加变本加厉 而且你可以留意 这边开始 因为他这样做 他似乎是因为 所以这边就会更加猖狂 即是是猖狂 即是将会做 已经不是烈怒 愤怒 愤怒 他经常开始会猖狂 他会不断试这边的底线 他会譬如 好像举例 真的整座大厦烧掉 即是真的整个地铁站 所有的车司 使他不能够再翻用 即是这种的级数 他会试你的底线 但这边 他们所做的 只会继续 防守防守防守 这样 震压震压震压 这样 就打算这样拖下去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人私下问我 估计情况是如何 我估计有机会 即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半个香港变成废墟 这件事才会真正解决 同样于两个多月前 即今年9月9日的当日 入华牧师 录制金篇主日讯息的时候 经以前尖声警告 接下来 香港的局势 发展 黑衣人的示威 必定会变本加厉 测试政府的底线 显然 由今年6月反修理风波开始 至近两个月里面 黑衣人的暴力行为 于短时间内不断升级 大量黑衣人四处倒乱和暴动 制造人渣革命 对警察作出一次接一次的挑衅行为 包括以雷射电筒射行警察的眼睛 以及以雷射灯照行警署 可见 黑衣人正企图尝试 以更多更新的方式 不断测试政府以及警察的底线 之前 警察面对黑衣人的挑衅 仍然没有开过一发子弹 只是后来 当黑衣人不断威胁警察的性命安危 企图测试警察能够容忍的最大底线之后 结果 近期短短一个多月来 敬意出现多次警察开枪的事件 其中 当日华牧师作出警告的一个月之后 即是10月1日国庆当日 运行四时许 荃湾大河道对开 有两名警员与至少5名分别戴头盔 防毒口罩及眼罩的示威者混战 其中一名警员跌倒地上 有示威者移至以铁通徽墓攻击警察 另一名警员背对店铺卷闸 右手已拔出手枪 照向示威者胸部开着一枪 男士主撞凶重弹 除几倒地 伤口不断浸血 子弹碎片离心脏僅僅3厘米 示威者在场接受急救 再由救会车送往马加利医院救治 成为反修例风波而来 首次有警员以实弹射击示威者的事件 之后 10月4日晚上有9时 元朗大马路与大唐路交界处 聚集了大量抗争市民 一名便衣警员驾驶私家车冲向人群 其后被示威者拦住 人发振扎 众人将便衣警拖出 便衣警被围困攻击 于是向人群开枪 一名14岁学生左脚重弹 是反修例风波而来 第二中有示威者中枪受伤的事件 11月11日早上 刻意人发起300行动 全港至少120多个地点被破坏和堵路 西湾河有警员向企图抢反及抢枪的示威者 10弹开了三枪 至少一人中弹 当日西湾河有大批黑衣人倒路 以及企图围困和攻击几位当值的交通警员 其中一名交通警员拔出手枪戒备 并试图制服一名村白衣外套走向他的年轻人 然而一名黑衣人试图省前帮忙 以及怀疑上枪 于是交通警近距离射向他 随后又连开两枪 中枪的示威者有伤以及右肝被示弹割伤 肝门静默并压破 警察开枪击击示威者之后 香港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全市再度陷入大规模混乱 单单11月11日示威以及300不同当中 医冠局表示 船已近100人送远、2人危台 包括西湾河中枪男子 随后上星期11月11日开始 中大及理大接连发生示威倒路、重火、焚烧校园 以及向警察投资数以百计的汽油弹 爆发与警察的严重冲突 封烟射起 两间大学多处无烟着火 以及发生爆炸 甚至 里大附近有弓箭手写伤警员 交锋之中 警察发射了过千枚吹雷弹 以及掌架子弹还击 多名警察以及示威者受伤 其中 11月17日晚上10时 由于理工大学一带有非法示威活动 大批警员在柯仕田摄防线 其中 原车行动蓝推进时 有示威者试图从后以汽车撞向警员 在场警员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向私家车开了一枪示警 之后司机掉头离去 此外 12月18日清晨約三时 有警察在救护车压界受伤的被捕人士的时候 于佐敦道以及船街一带 被大批示威者攻击救护车 暴徒向警员投射石头以及淋沙不明热体 并抢走这一名手伤的被捕伤者 负责压解被捕人士的警员 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开了三枪 事实上 由于示威冲突不断升级 自11月17日 有警员在理工大学附近被箭射中小腿手伤之后 11月18日 警方于九龙尼敦道一带加强解备 执行非常任务的警员 手持能够发射实弹的AR-15步枪 SIG-516突击步枪 以及HKMP-5冲锋枪 高调巡邏 期间有记者突然发现 地面有一个金属子弹壳 该弹壳为一个二十发STANAG弹壳 并装有实弹 是香港警察的AR-15步枪标准配示 约两分钟后 一名警员迅速急捕到上址 取回弹壳并装入部窗内 显然 完全应验尤华牧师两个月前的警告 示威者不断变本加厉 测试政府和警察的底线 持续进行攻击和挑衅 此外 两个月前 即今年9月9日 尤华牧师录制这篇主要信息时 示威者仍然标榜示威是和平、理性以及非暴力 当时 整个示威活动 根本没有任何激烈纵火的事件 只是 当日黄牧师发出警告的一个月之后 即是10月1日过庆日开始 黑衣人的示威活动 亦都进一步升级恶化 判随更多暴力和激烈冲突 甚至 对商店及港铁车站 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以及纵火灯行为 甚至 10月21日下午 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上 揭露暴徒的暴行已经变成公式化规律 起初会有貌似和平的游行 之后就会有黑衣蒙面人 四处破坏和放火 尋至 近两星期 示威者更加远进至 大规模导失传港主要道路 把大学改造成暴徒基地 罪案温床 製造汽油弹及武器的兵工厂 深入大学成为暴暖的桥桃堡 完全应验入黄牧师的警告 示威者会一直测试警察的底线 在半港逐步推行林主暴政的恐怖手段 因为到时 中国政府在不愿意下 用一个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事 但还是要拉我们出来才能解决 但起码要差不多灭个半个城 他们才觉得没有洩底下去做 明白吗 到时才觉得鸡勒鸡勒 现在还未是 现在还觉得有点渣渣 有些人就像股票所谓斩仓 有些人去到最后才斩仓 香港将会是这样的情况 看看大陆等到哪个情况下 才叫做斩仓 才是用一个有效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 方法去处理它 有话牧师分享到 现今香港的局势发展 极可能 中国和香港政府 要等黑以人暴徒毁灭了半个香港之后 才会愿意拿出唯一有效的方法 解决这一次风波 而这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愿意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成为他们的帮助 但是他们这样做 必须先要解决一个更大的前提 就是向恩商养水事件 而被迫白了当年的石安教会 道歉和平反 事实上 任何牧师早在五年前的2012信息中 早已分享了香港陷入持续不断暴乱的真正原因 甚至 早已揭露了幕后黑手 即美国影子政府freemason 因为美国希望借着煽动中国和香港发生颜色革命 接着他就可以像展览模一样 收割和略夺中国及香港 在过去数十年的一切经济成果 令美国人在没有任何生产的情况下 仍能够获得巨额经济收益 即所谓淺山淺二经济战的方式 抢夺别国的钱财 自己继续过着奢华燕乐的生活 然而入黄牧师指出 极可惜的是 中国及香港政府 只会到着迫不得已 甚至快要玉石俱焚 香港经济已经崩溃 市面被破坏得七零八落 输到不能再输的情况下 才会愿意向香港人 公开介绍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成为他们的帮助 真正地将问题彻底解决 其实中国及香港政府 明知2014年占中事件能够平息 完全是因为香港民众 广为传播石安教会的精华短片 美国占另一个国家的12个步骤 在极短时间之内 已经有超过一百万点击率 将真相广泉开去 但是 为什么到了五年后的今天 局势发展至这样的程度 他们仍然不愿意向香港市民 公开介绍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原因是 首先 中国及香港政府始终都是外邦人 即使他们当中有所谓信主的天主教徒 和基督徒 但他们并非真正认识神 大多只是将信仰当作精神寄托 并非真正知道神是全能和全知 亦不知道世上真是有先知 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与此世界中要发生的大事 甚至 有能力以神迹的方法 完全解决现实世界所遇到的最大难题 这样 中国和香港政府 何时才会考虑让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成为他们的帮助呢 按照日华牧师分析 必须等到他们用尽所有方法 武力震压和不同怀游手段都无法解决 甚至越演越烈 抹完抹了的时候 当他们面前 只剩下两败俱伤 玉石俱焚 即所谓攬炒的结局的时候 他们才会开始考虑 我们所提供的方法 可能是其中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石安教会 他们必定早有听闻 听闻石安教会的事迹 以及2012信息 特别是2014年占宗事件的时候 石安教会发挥了什么神奇的作用 制作出一段吸引上百万香港人观看的影片 随后 民心就开始出现180度的神奇转变 甚至令占宗事件突然平息 虽然如此 但中国和香港政府 并不会因此公开让石安教会插手 甚至主动授意我们成为代言人 因为政府并不希望失去领导香港的权威和地位 亦不愿意借着基督教去帮助他们 他们所考虑的 是当他们将权柄交给石安教会之后 他们自己可谓英明尽失 在香港人面前丢架 失去面子 被人认为堂堂的香港政府 原来最终都要倚靠一间只有一千多人的教会 并且 是一间以往因为商养水事件 曾被政府和宗教界不枉为邪教异端 被全香港人误会和唾弃了足足二十三年的教会 大家能够想像 从现时的中国和香港政府的角度来看 他们又怎会希望自己一直掌管的城市 被宗教势力控制呢 除了圣经以外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事 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 好像神位一样不可思议 所以 当他们愿意用神的方法 让石安教会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能 已经是香港被毁去一半 长此下去 就可以全面淪陷 百分之一百全城被毁灭 但是 为什么偏偏要等到香港被毁灭一半之后 他们才开始考虑石安教会所提供的方法呢 因为 当香港被毁灭一半的时候 距离整个香港被毁灭 可能只需要多一个星期 根本不需要再多半年时间 这是人人都能想像到的事 然后 他们就会明白 即使以后香港由石安教会带领 身为执政者的香港政府 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因为长此下去 他们都只会输掉整个香港 失去香港所有控制权和一切经济利益 这个时候 他们才会明白到 但凭他们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挽救香港 已经是窮途没路 死到临头 只能够尝试寻求神的帮助 就如上星期 2019年11月17日的主日信息提到 香港政府根本不懂得 如何快速和正确地和香港人沟通 令政府与市民之间产生重大误会 事后 亦只懂得一美谴责 这种做法 最终都无补于是 只是火上加油 令暴动越演越烈 合马在香港的破坏没完没了 就算事已至此 香港被毁掉一半 中国和香港政府 仍然有很多忧虑和怀疑 究竟 石安教会提出的方法是否有效? 是否真的要因当年商养水事件 而向石安教会道歉? 是否真的要向公众推广2012信息? 当中可能仍有一段长时间的心理拉脚箭 他们心底里面 都可能仍然想用旧思维的方式 而不是用石安教会所提供的方式 例如在电视卖广告 为我们的信息作宣传等等 然而 日和牧师指出 香港之所以出现现今的局面 聖受神的审判 是因为当年他们迫白神的受高者 因此 香港所面对的是耶和华的刀 而不是人的势力 甚至不是美国的攻击那么简单 跪根究底 其实美国也只是神用来打击香港的刀手 背后真正对付和审判香港的 一直都是神 因为香港人由1996年开始 就不断恶待石安教会 甚至三年前 2016年 我们向香港人免费派发 全世界最靓声的石安剑耳机的时候 香港警察和中学界 还联合起来诬猎我们 是一些中学举办所谓讲座 抹黑石安教会免费送耳机的同机 说我们图谋不軌 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 为何整个乞业人动乱中 最可怕的暴徒 都是年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 并且 警察也成为了整件事件的最大磨心 和被攻击的对象 因为 除了1996年商量水事件之外 三年前 香港部分警察和中学老师 特别是天水围地区的警察和老师 曾经再一次恶待石安教会 然而 警察和老师向中学生抹黑石安剑的事件 已经过了足足三年 当年的高中生 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学生和大专生 而当年的初中生 亦已经变成了现时的高中生 然而 正是这群人 就成了现今最核心的黑衣人和暴徒 所以 唯一能够令香港驻来神审判的手 就是只惜神的怒气 而不是平息人的怒气和不满 过去二十三年 香港一直面对神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审判 原因是香港人 甚至香港政府 政府相关的部门 甚至所谓的香港基督教界 在一九九六年至今 一直惹动神的怒气 攻击神的售高者石安教会 因此 如果他们想逃离神的审判 他们就要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来 如果中国和香港政府 要将石安教会放在余约室和丹尼里的位置 成为整个政府的代言人 甚至拥有影响香港一切事务的权柄 究竟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要解决香港现今的大动乱 发解大量香港人反政府 受视中国的心 方法早在五年前 2014年香港出现占中事件时 尤华牧师已经清楚解说了 所以 过去五年 石安教会完全没有因占中事件或反修例风波 而发生分裂或出现疑疑 因为尤华牧师早已借着神的启示 揭示最愉满的解决答案 这个也是全香港人 全世界政府最急切需要的答案 五年前 2012信息的占中事件分析系列 包含一系列精华短片 如美国占另一个国家的十二个步骤 和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 以清楚指出 美国就是世上一切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 并且 当年2014年的占中事件 亦因为石安教会的信息 被香港市民广泉而平息 但是 全香港和政府都没有因此 而公开向石安教会道歉 甚至 大部分人 转载或引用石安教会影片时 更刻意违背影片的出处 有意无意地 不提及石安教会和尤华牧师的名字 为何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 大部分香港人 以及整个香港政府 都曾在1996年的商用水事件中 诬蔑石安教会为二端邪教 并且 从未为石安教会澄清及平反 所以 香港人和政府 一直陷入两难的尴尬局面 在神眼中 正因为他们不懂得报恩 所以 这些曾迫巴石安教会的香港人 和香港政府 就成为了神的审判对象 甚至 对于曾诬蔑石安教会为二端邪教的事 左闪右臂 不肯承担责任 一方面 仍是石安教会为二端邪教 另一方面 又要藉着石安教会的信息为香港解困 就如俗语所说 有事就忠无严 无事就下延春 只看我们为利用的对象 在公义的神眼中 又怎会放过这群无乃呢 即使神使半个香港被毁灭 其实 都只是如借债人上还利息而移 如果神连本金都收回 香港必定会全灭 就如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全灭 香港政府 作为这个城市的领导者 以及商用水事件 迫害石安教会的元兇之一 如果他们想真正解决问题 就必须承认石安教会 不是二端邪教 甚至 承认我们是利致神的先知 拥有唯一能够解救香港当前困局的答案 他们必须迷逃之犯 正式公开澄清 多年对我们的无理迫害和诬蔑 在全香港人面前向石安教会道歉 并且追究当年有份恶意迫害和诬蔑 石安教会的一干人等 无论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负责人 社会上所谓有影响力的名人或宗教领袖 都必须作出强烈谴责 甚至检控 为石安教会全面平反 香港政府也要在全香港市民面前 表扬石安教会在2014年佔中事件中拆解时局 令香港的动乱得以平息 令石安教会能够名正言顺地 为香港人和香港政府发声 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动乱背后的真相 揭露美国这位幕后黑手 当香港政府正式为到石安教会 给予一个证明 这样,石安教会的信息 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 令所有香港人真正被说服 重新与香港政府同心 与中国一起建造一个共和的社会 一同对抗美国的煽动 令社会重回正轨之中 甚至,回到神的身边 成为天国高阳婚宴的奔客 等候一同被提 戒时,石安教会和尤华牧师 仍然会每星期分享一篇2012信息 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不会成为所谓的政府高官 因为,既然这是来自神一天都不偏差的信息 并且带着众多共同信息 就足以证明 制作2012信息 是神给予石安教会 每星期最重要的工作和侍奉 不会因为任何政治和社会动荡影响 也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期待 而改变神给予我们的方向 石安教会和尤华牧师 并不会贪图成为所谓的高官或领导人 因为,神给予石安教会的位分 给特首或国家主席的身份 还要尊贵上万倍 就是神的辛苦 这样,我们还需要争取 世上所谓的荣华富贵 或是名誉地位吗? 当然不需要 然而,为何神要刻意制造这个局面 让石安教会成为真正能够止暴制乱的锁匙呢? 因为,当全世界政府看到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的威力 就会增相仿效香港政府的做法 亦同意2012信息成为各国的答案 制止世界各地因美国挑拨而发生的黑马颜色革命 令人民知道石安教会就是神的先知和辛苦 并且,香港的明星又会再一次在全世界约起 再一次成为最闪亮的东方之珠 但相反,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放下身段 不但不能够拯救香港 脱离水深火热的暴动 甚至,全世界都会继续因黑马带来的暴动文不聊生 戒时,香港政府在神面前 就要担当所有责任 面对实的终极审判 他慢慢会知道解决方法 不过他财不财用 他觉得会蝕了底 或者觉得不值 但他不知道一件事 解决方案、解决方法 再以神来说 五年前就应该用 任何使这件事拖持的人 在神的面前 任何一个都难持结构 因为大家看到五年前 可能我知道这些事一定是来自神的 神是这件事怎么看呢? 你以为神汉 君王元首 我都要跪下 我都要却步 不会的 这个世界现在还在我们手上 但究竟我们是 以不义的管家 成为君王元首 还是究竟我们是以一个 宗陆去成为 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景呢? 现在就是神正在试的时候 所以变成 如我所说的 有些惡陆 他会真的等到 在最后一刻 他才肯放一只手 才肯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这就是我估计 至少香港 再好似人来说 暂时 他们的态度就是 香港差不多半个城市 变成废墟 他们才肯 不是说 那时候他才军法冬至 不是 他可以更早 但我说 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像我们之前的VO 也说 只有一个解决方法 不过是用不用的 而我已经证明了 是有效的 我已经证明了 这个方法是理智神的 是吧? 你觉得VO 绝对是不可能 认为的 但问题是 那边也不接受 在最后世界末期的时候 他仍然觉得 自己可以和神的 七年大灾难对抗 所以 在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真的要我说 将来 会在一个 走势 就是这个走势 即是香港 会向着什么方向走向 我已经证明了 香港政府 会继续如何 我已经证明了 中国政府 等到什么才表态 我已经证明了 但问到我们 我们早已提供的答案 就算到十年后 一百年后 你看历史 我们也做了 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已经做了 所以 真的不在我们 我们在永恒里 只会得到很大的奖势 因为我们 比任何人更早 已经提供的答案 就像我们说 《伤水》 信息一样 比任何人更早 去讲那些 人家应该要听的资讯 只不过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反而还要给自己的帝兄出卖 这样而已 我又说牧师 刚才说到88这个数字 其实我们 今次事件都看到 其实真的 好像诗经所说 君王的心 好像在耶华手中 好像龙溝的水 随意流转 因为这件事的开始 就是6月9日 接着就是 再之前 我们看前特首的票数 和今个特首的票数 相差是88 这件事开始 88日之后 就撤销了 还有刚刚过了9月6日的新历 其实等于龙溝的8月8日 所有这些数字 一来不是人为 二来就是 人以为自己去决定一些事情 但到最后 都在神的日子底下 这日都不偏差做了决定 其实神在我们面前 做了这么多 如果有关于政治上 这些 共同信息的密码 或者是 一些数字 的话 其实 用意是什么呢 是的 譬如像现在 你提到这个 那么有趣的 88日又和这件事有关 大家都知道 88日 69日 96日 即6月9日和9月6日 其实也是 神给我们的印证 为何神在这里 摆下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直在说的 这件事 就是为了我们 成为我们的祷母 几个印证 是吧 神将印证放在那里 印证不是随便其他数字 一向是给我们 印证的数字 关于商用水的数字 是吧 所以变成了 我们看为这种 共同信息 特意摆下来 是更加 让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一路 所相信 所在做的方向 是正确的 我们是真的 照我们所说的 做了 而并且提供了答案 而并且 还要为这件事 而提供了 这个答案 但是神还要在这件事 里面去印证 一个共同熟悉 让我们知道 他不单止认可 那么简单 整件事 是他的 才可以 才由开始 结束 然后中间 又牵涉到 两个特首 他们当选的票数 刚刚相差 88 这些 不是我们的布局 这些 我们之前 已经留意了 这两个特首 梁振英 和林郑月娥 他们当选的票数 亏了88 已经觉得很神奇 但问题 再看看这件事 这件事 直到林郑月娥的决定 竟然由 开始 到最后收回 中间亏了88天 又是他 所以 但这两个号码 又在牵涉当中夹着 是6月9日 所以 在里面 你便看到 神为何故意这样做 第一 让你知道他完全掌管 但他完全掌管 是为了哪个掌管 就是在这些 共同设施 和林郑月娥当中 演示出来 所以整件事的布局 很明显 就像我当时所说 之前 已经重备有重复 他们就是我们的祖母 我们是被命定下 放在这样的局势 这样的情况下 去塑造我们 与这次香港有史以来 最大型的抗争运动 历时差不多半年 还没有平息迹象的事件当中 都然不断出现神级与我们的共同信息 这是一件让人何等震撼的事情 原因 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 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为何香港政府 要在中美贸易战 正在打得如火如荼的时间 于今年初 以一件台湾人谋杀案为借口 突然看出这条充满杀伤力的法案 并且 人们更加不可能预计到 这条法案的审议 会为香港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影响 然而 所有人看似也是随着事件的发展 照着自己的利害关系 去不断作出决定 从而使事情由开始至到完成 整个过程 亦都因着社会上 所有人不同的决定而带来改变 但是当所有人的决定开始 全部插起来的时候 也迫使政府作出决策 而政府决策出台的日子 又正正是一天都不偏差 只向神给予圣安的共同信息一阵 这样代表着 其实 任凭外帮人如何以为 自己是凭着自由旨意作出决定 但是实际上 都是神传言掌管 原因 唯有是神传言掌管 才会使得特首耐心想撤回修例的决定 竟然会和神的数字丝毫不差 出现88 并且 这个不是单一的巧合事件 因为 上一任特首梁振英 她的特首选举得票数 是689票 而今届特首林郑月娥的特首选举得票数 是777票 相差就是88票 大家能否想象 每一票都是经过选委们细心考量 并且 特首选举 也牵涉社会不同板块的持份者 以及中方的角力 然而 当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情况 背景 而作出决定的时候 其实 所有人的决定 也都走不出神的心意 最终 也是出现88 这个共同出息的数字 甚至乎 反修例风波的开始 是2019年6月9日 8万人上街游行开始 当中 已经出现了69 这个共同讯息数字 其后 林郑月娥在2019年9月4日 宣布是维修定逃犯条例 这个决定 就是在运动开始了88日 并且 两天之后 西力的9月6日 当日 正正是农历的8月初八 再一次出现96以及88 到了反修例运动的第96日 也就是西力的9月13日 当日有什么特别呢? 原来 当日是农历8月15日 中秋节 为何中秋节是如此重要呢? 原因 我们的中秋节 就是对比以色列节旗的住棚节 预表神与人同在 然而 今年住棚节的最后一天 就是10月20日 10月20日 星期日 当日又是什么日子呢? 原来 自从6月9日起 一连串的社会运动 导致交通弹患 市面不安全 市面不安全 出入也会被示威所影响 因此 教会在10月的时候 决定调动主日的聚会时间 尽量减低主日聚会要中途停止的风险 而第一次教会举行新祖堂的日子 正正就是10月20日 星期日 也就是反生略运动的第133日 当日的主日 正正就是住棚节的最后一天 神是以如此巧妙的安排 以大兄姐妹同心的133 加上神与人同在的住棚节 作为吸引我们的印记 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 这是一段惨淡 充满仇云惨慕的时间 但是对我们而言 却是如中秋节 朱鹏哲一样 继续有着神的同在 继续有着133 一起参与主日的时间 所以 大家会否想到 神刻意在这一次反修例运动当中 一而再 再而三地放下共同信息 其实 一方面 是为了安慰大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重视香港出现四码的审判 好像在非来还和一样 但是其实 所有事情 亦都是神早已冥定 一定会发生 并且 所出现的时间 更是一日都不偏差 目的 就是为了预备一个 让我们高升的环境 当到等这种 级数的掌控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 其实 所有的事情 亦都不是随机发生 而是由将来的身负所掌控 才会出现 众多共同信息数字作为印记 而八十八这个共同信息数字 更加是穿越时间 献出神的创造 让我们以一个更宏观的角度 理解这个幕后的舞台 原因 我们认识八十八这个数字 是源于《星際啟示录》信息 打开了《启示录》的千古之迷 原来 司徒约翰所写 有关《幕后日子》的预言 这个被封印了的经卷 其实 是要借着整个《星空》的八十八功 才可以打开 因此 原来 神体宇宙开始《ALEF》所创造的《星空》 其实 一早隐藏着《幕后舞台》《TARF》的线索》 随着由华牧师继续分享《星際啟示录》信息 我们发现 这个《共同色色素子》出现的频率也不断加增 目的 就像一个有一个警号一样 去提醒我们 《幕后的舞台》快将要完成 我们将要进到《启示录》的剧情 由最初1985年的电影《回到未来》所提及 时空穿梭的速度是八十八 到同年另一出电影 《The Adventures of Bakaru Banzai》 亦是《指向八十八》 而去年 2018年 正正就是香港被割让 南京条约的176年 亦是八十八的两倍 并且 签着南京条约的地方 正正就是船长176尺的英国军艦 康玉·利斯豪 所以 香港的建立 由一条鱼酸被引玉成为东方之珠 目的 亦是为了塑造成为圣安的舞台 完成八十八的使命 而今年 指向2019年的《诗篇119篇》 当中的截数 亦正正是176截 当中 是以希伯来文22个字母 以《离合施》的方式写成 因此 176 亦是22个字母乘以8 代表八个forum 共同完成身负的数字 其实 这个八十八的印证 到现在都还未停止 今年反修例运动当中 其中一个转捩点 就是在黑衣人占领各间大学 成为与警察对抗的前线 而其中一个全球焦点 就是在11月12日 警察为了确保套路港的交通安全 而跑轮中文大学的一天 这场攻防战 成为了国际头条 亦间接触使美国参众两院 紧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为中美贸易战再加温 成为牵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热点 这次发生在中文大学的攻防战 发生于中文大学 这个充满共同信息的地方 因为 EDIFORM 在2018年3月18日所举办的 The Legacy 传承 毕业例 正正在中大举行 轮近的套路港 就是当年盛产珠珠的地方 可能 当中的意义 就是指向经历今次的事件 苦难 才会生出真正的珍珠 也就是神话中的阿弗洛迪剂 而对面科学员的金蛋 更是石安港及时空穿梭 TOME 马德拉后应广座的场地 至于中文大学的对岸 就是预表石中剑 石安剑的马安山 其中的湖溪沙 更是入华牧师遇上诗篇118篇所提及 全市之眼的地方 当年 2018年 神级与入华牧师的信息 就是终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但是现在 我们终于明白了 终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其实就是指向2019年的我们 原因 正正因为中文大学的攻防战 令全国香港所有大学停课 宣布完结上学年的课程 并且所有大学的毕业礼亦都取消 但是等姐妹可以猜一下 其实中文大学的毕业礼 是第几届呢 没错 就是第88届 原来 神在当中 给予石安的小狮子 一个无比震撼的共同信息 因为对于2018年3月的时候 小狮子已经可以毕业 就是参与The Legacy全城毕业礼 但是当时神提醒我们 还有一年 也就是说 小狮子还有一年才毕业 当到了2019年 第88届毕业礼的时候 石安的小狮子 已经通过考试毕业 但是对于外邦的年轻人而言 他们的毕业礼却是消失了 这是一个何等有趣的对比 亦都揭示出 神力何等顾惜他的辛苦 用尽世界历史的一切 去成为辛苦的人性 但唯有石安 石安被塑造了23年 我们发觉神 把我们摆在一个世界 虽然我们活在香港 但我们好像跟他们完全隔离 至少这件事肯定 他们比我们更加水深火热 很多倍 对不对 无论是社会之间 对每一个警察家庭 或者政要家庭 又或者甚至是他身边的朋友 对他的压力和迫害 但石安反而因为我们 23年的生活方式 都知道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看电影 再来说 是复仇者联盟第五 香港现在发生这些事 和看科技的 不是很大分别 一样看到火光 一路看到煲 一路看到震 但问题就不会消灯我们的答 无论在每一件事当中 你发现完全简直是 将于23年的事件 好像刚刚是黑白倒置一样 完全将它印在他们上 但问题是 我们当时就是一千人承受 全香港都屈忘我们 但现在反过来 我们一千人 简直好像被隔离了 但这种隔离 还有因为过去23年 神友已让我们的生活方式 导致我们现在隔离了 这个隔离是简直是疯狂的 当年对我们迫害这班人 就是说当然 在说23年前 现在全部都可以说受苦 就算是直接或者间接都受苦 因为香港的经济 他们所遇到的事情 他们的人事上所受的苦 社会撕裂 家庭撕裂 友谊撕裂的苦 对不对? 但问题是我们在23年前受了 但现在我们反而没有受到 但他们呢? 他们现在受了 但现在我们不帮他们解决的话 他们就可以进入人生的地狱 一样 因为会不会停 没完没了 每一个茶楼都随时 因为这件事大打出手 吵架 每一个可以说 校园里面随时都因为这件事 师生和校长 产生这些口角 其实他们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光景 所以很有趣 完全是一个不仅是镜面倒置的 那么特别 而是我们和这件事之间的演变 对比23年 就是一个倒置 好了 感言部分 其实在这里 我可以说回 现在我们可以差不多一个总结 因为当我们说赞放的时候 当我们说关于今年 因为我们完结了2019年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亲眼看见的 转变大得很重要 是吧? 由1月、3月 当我开始说 关于香港会再出现这些暴动 接着我们在6月9日之后 一直爆发 到现在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的一个时间 但是当我们总结这一年赞放的时候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实呢? 2019年的时候 其实在早于2018年的3月 其实当时我说了一个迷 当时就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现在在今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兄姐妹所见到发生在香港 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其实你就会知道2018年 当3月的时候 我见到这个共同信息的时候 的谜题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你记得 在2018年3月的时候 我当时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所有FreeMation的图 其实是在说石安的 但问题是 当我看这个图的时候 最恐怖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是 当时我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不断 因为当年我也是刚刚搬了屋 就开始发现在我家 自我搬的单位 因为现在搬了这里 不公开地址 但我身边的所有存绩 都经常听我说 那几个星期 为什么我经常都会见到 还有一年这句说话呢? 为什么我经常都会见到 关于我住的地方 或者很多这些 为什么我经常都会有 还有一年这个 还有一年就到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当时我也很震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见到这个 还有一年的时候 其实我见到 FreeMation的图 它其实是由最底层排的图 因为FreeMation 它有很多奇局的图 都是立体的 其实是最接近现在 最接近图的近处的地方 其实是棺材 你知道当时我在想什么? 我想一下 会不会在这里说 还有一年我就要离世呢? 其实我在当时真的这样想的 而事实上 大家就知道 当我提到这个的时候 在主日 甚至我都提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在2018年3月14日 即是Pi Day的日 我们见到 物理学家霍金死了 他76岁死了 然后大家到当时就发现 不单止他是Pi Day死的 原来 另一个很出名的 爱因斯坦 他也是76岁 差一岁就变了77 这样 然后很有趣 接下来 3月18日举行的Edit Forum 就是说成全的 当日 3月18日 其实是一年的第77日 所以你会奇怪 咦? 为什么我们会常说 霍金或者爱因斯坦 他们76岁的差一天 就是因为3月18日 这个成全 开始被我们留意到 这个数字 即是77 这个数字 而实际上 接下来 在那一年的4月5日 当时我正在想这件事 就是为什么 有一个棺材 还有一年 为什么呢? 而就在当年的4月5日 我还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和赐恩一起去看 Ready Payer 1 当时 Ready Payer 1 是认识 印证石安 对吧? 但没有想到 不是印证石安老一辈 什么是Ready Payer 是下一代 预备好去玩 是说Oasis 另一代的年轻人 活在一个虚拟 网络的世界当中 他们根本 肉身是没有联系 但在网络互相联系 是说 他们那一代有的试探 和他那一代当中的承传 因为一晚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Holiday 又是死 里面又是有棺材 所以我看的时候 也打个托 我刚才在想 做了一年 和棺材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看的那天 和阿智欣看这套戏 那天 就是清明节 你想想 也有点心寒 因为我发现了 这些共同信息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想 为什么呢?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而事实上 大家知道 那天除了是清明节 其实也是復活节 而报分 又华牧师分享 一个闲为人知的谜题 一个关于 环有一年的谜题 事远 上年2018年3月开始 正值日和牧师 需要搬迁家居及办公地点 与此同时 当时的日和牧师 正筹备出席 上年3月18日所举行 Edit Forum The Legacy 专胜毕业礼 原来 毕业礼当日 正是2018年的第77日 成为这次活动的 共同信息认证 数字册在圣经中 代表完成或完全 有历史以来 一直都是以7日 为一星期的循环 然而 事迟毕业礼的四日前 即上年3月14日 Pi Day当日 专名物理学家霍金尼世 同一日 3月14日 亦都是 爱因斯坦的生计 而两位科学家尼世 同样是76岁 如Edit Forum The Legacy 全盛 毕业礼的77 相差只有1 即一年 至于7乘7等于49 同样只差一年就是50年 即以色列人的欺恋 当时 在约翁牧丝的思绪中 神非常强调 还有一年的谜提 及至 上年4月5日 代表死亡的清明节当日 同时刚好是2018年复活自己的假期 于4月5日当日 约翁牧丝与部分2012小组成员 一起观看拥有大量共同信息的电影 《挑战者1号》 Ready Player One 事实上 这一出电影的名字 同样有一个日子 当时 正因为约翁牧丝的思绪中 仍绕着还有一年的谜提 约翁牧丝才发现 隐藏在众多Freemason图画里的共同信息 详细可以重温去年5月期间 一系列关于Freemason所有图案都示指向食安教会 的精华短片 原来 于去年3月至4月期间 有个牧师经已发现 《诗篇118篇》的预言是指向2018年 甚至 透过《诗篇》预言属灵圣殿将要在2018年建成 象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事实上 Freemason所记载的《希奇之银》 就是《诗篇118篇》记载的《希奇之银》 正是指向1980年 日和牧师与沃启沙青年营中 立志一生是奉神的时候 在《诗篇118篇》见到的《希奇之银》 原来 《诗篇118篇》的预言 与Freemason的图画 亦是共同指向到了2018年之后 宋令圣殿终于建造完成 以下是至录上年3月至4月期间 日和牧师与资料园多次 和解构神摆放 还有一年谜题的录音内容 《诗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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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解明了 它全部都在说 今年2018年 整个会解通了 原来是你们在说的这些事情 我发现惊喜 50周年就是7乘7 7乘7 7乘7加1 现在经常说 差1 其实7乘7就是49 49加1 就是50 那么多77都强调还差1年 那么现在如果用欺年50年来说 都是在说 就是77差1年 7乘7差1年 50都是强调还差1 就是欺年还差1年 那个概念是你表达的 就好像迪叔的毕业片 就是1年第77日 不断那么多强调还有一年 其实我们应该花点时间想想 这个所谓还有一年的可流性 就是说是什么还有一年 就会发生 都值得去考虑 因为那么多的共同信息 都好像有个线索 去讲一些东西 而其中的共同指数 就是我的岁数 就是我现在56岁 但是其中的共同指数 就是我现在搬去这个奥远 它不断止住57岁这个number 是我的岁数 但是现在说回 所有共同信息 很多都跟我的住处是有关的 即是是刻意 即是刻意地做的 我们最早就当然是学习 跟着就天记 跟着就现在拍例 但是现在这个住处是首次 它不是强调下年 它是强调还有一年 那变了跟之前一向的信息很不同 而且之前所有的信息 都是事后发现 但是现在是事先发现 但是事先发现的时候 就不是发现那一年 是发现还有一年 最重要就是连我搬那里 搬的原因就是 就是业主只可以给多一年我 跟着呢 它就说卖喉 又是强调我的住处是还有一年 而事实上讲起 我发现那个符号之后 其实我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最深刻的是 其实是2012信息的那个次序 其实是在片面上的一幅图里看到的 那幅图呢 其实最后不是有一条梯 最远就是有七姐妹星 一路 Keyman 三条柱 但是你记不记得 那幅图最近最近最近的画面的 其实是个棺材 但是这个画呢 如果我2018年的时候呢 突然间会理解完的嘛 那个标词 虽然那个棺材旁边呢 就有个杏树枝 即是代表了死日复的 所以这当然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好的意思就是复活身体 但是第二个不好的意思呢 都真的有机会 讲的还有一年啊 我的岁数 但是起码都会暗示 似乎我在这个世上的事服 是还有一年 因为它全部都强调我的住处的嘛 由我在洪坑开始已经是这样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呢 是这么近一年 所以当日其实我一理解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幅画最多眼督鼻 就是最近镜头的那个棺材 接下来的感染部分 因为黄牧师将会进一步为我们解构 关于还有一年的谜题 所以当我在里面看电影的时候 眼睛都瞪了 那个Holiday 有个棺材彈出来的 而实际上可能不知道 现在你就会更加清楚 LITTLE READY PRAYER ONE 绝对是讲的 我们的小狮子那一代 因为呢 因为它里面那个Oasis的承传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这个Holiday死了五年之后 才开始把这个宝藏给他们去发掘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看到五年前的就是这个黄尸带 但是五年后 幼神接着是在2018年的一年之后 2019年 他感动我在3月的时候出了这一套讯息 去讲关于将会香港有因为贸易自然而产生的暴动 当然当时被发生 因为再过3、4个月之后 6月9日才开始爆发 但问题是你会看到 就是认了还有一年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而实际上 我们看到下一代 面对这次2019年的考验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真是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 的一代 受到这个终极考验 看看他们是谁 在这个终极考验当中去通知 所以你会看到 2018年3月18日 就是Edit Forum的承传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们所说的这一套 港贸易战的灾在溪水旁 就是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刚刚是续续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在一年前所说的赞放 正式去展开了 就是2019年 所以现在我们在年底再回顾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从这些有趣的共同信息当中 我们看到 今时今日的光景 本篇信息的感染部分 以及上一个精华短片 尤华牧师分享到 他已经解开了上年2018年3月开始 神不断提示他的一个谜题 就是自上年2018年3月14日 著名玛丽学家霍金离世 并且四日之后 3月18日举行的Edit Forum The Legacy 全城毕业礼当中 神不断暗示尤华牧师 还有一年的信息 起初 尤华牧师 终以为神提示他 还有一年就离世 因为 在上年2018年4月5日 代表死亡的清零日当日 亦正值次恩学校康复活节 于是 尤华牧师与次恩 以及部分2012小组成员 一同观看充满共同信息的电影 Ready Player One 电影当中 虚拟游戏世界Oasis的創造者 James Holiday 已经离世五年 电影一开始交代他的死亡 以及他从棺材起来讲违言 然而 电影中 甚至提到 在虚拟游戏世界Oasis 两位創造者之一的离世 并且 电影中 James Holiday 的违言影片当中 亦带着指向神安教会相关的共同信息 就是在Freemin神的图画中 代表死亡 甚至死人復活的棺材 以及以鲜花砌成的AOE字母 正是尤华牧师过去多年 教导一众策略家 以及门徒最主力的策略游戏 世纪帝国AOE的名字 所以 当时 尤华牧师以为 是神提示他 他还有一年受离世 一年过去之后 今时今日 神已经将这个谜题打开 原来 当时神语告的 并非尤华牧师的离世 而是神安教会将会在当时的一年之后 即是今年2019年3月开始 踏进神给予我们4794的终极庭命 就如电影《狮子王》的故事 不单是神安教会曾经历1996年 商用水事件的上一辈领袖 被神以拉线4794和众多共同信息 认同他们是合格的狮子王 并且 1996年后才出生 来到神安教会的年轻一代 都要经历神对他们的考验 考验合格的 就会成为新一代的狮子王 到了今年2019年3月 所有事情按着神语定的剧情一一发生 2019年3月7日至21日 日华牧师开始了在网上灵修节目 栽在溪水旁的《心得集》 分享他早于今年1月17日 18日 向一种策略家和部分教会领袖 预计美国会为了胜出中美贸易战 会再次煽动香港反对派人士 发动比5年前的占中事件 更加激烈的示威浪潮 3月21日 由黄牧师正式分享完最后一篇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信息 除后8日 3月29日 也即是代表辛苦登上黑门山信仰颠峰 数字923的镜面倒置 当日 香港政府正式公布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 条例草案 为香港过去5个月的示威和黑衣暴乱浪潮 揭开序幕 今年2019年6月9日 与城安教会息息相关的 共同信息数字69 也即是1996年 商用水事件 镜面倒置的数字69当日 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 人数最庞大的游行示威 主办单位声称 有100万香港人参与反修例大游行 有俗称反送中大游行 这一日 是一个重大的转列点 引发大量香港人反对政府修例 更加引爆一连串示威和暴动 正当香港示威和暴动浪潮愈演愈烈之際 正正在2018年的一年之后 神就用一连串共同信息 显示今年香港的反修例 示威和黑衣暴动 是神一日都不偏差的人情 原来2018年 还有一年的提示 是指一年之后的今年2019年 神会从西安教会 兴起新一代狮子王 当中更加借助入华牧师的儿子刺恩 成为代表性印证 就如早前2019年8月18日的精华短片 《狮子王与王之福寿记得共同信息》提到 今年2019年7月6日 刺恩已经年满18岁 已经成年 并且中学毕业了 电影《狮子王》当中 小狮子成年之后 就会为父亲复仇 并且成为新一任的狮子王 而刺恩成年之后 在入读大学之前的暑假 搬取了Eddie 西缅两位策略家 并一些肢体 远赴加拿大温哥华旅游 同时探访当地加拿大圣安教会分会 更借助这一趟旅程 协助完成一出纪录片的拍摄 这一次加拿大的行程 是刺恩首次到访加拿大 并于加拿大时间7月6日 即是香港时间7月7日 到访游华牧斯当年在加拿大流河的第一个住宿地点 即Sarsbury的宿舍 同日 7月7日 香港巨星有多大23万名黑衣人示威 史无前来地 在香港太空馆旁边 位于梭士巴里道的梭士巴里公园集合 成为当日游行示威的起点 并于入夜之后演变成为暴动 正好对比 入华牧斯早于三年半前的2015年年尾 分享天马作行动之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已经开始为大家分享一连串 有关尖沙咀 梭士巴里道指向社安教会的共同信息 事局形成鲜明对比 一方面 年轻的黑衣人是今次动乱的主要参与者 另一方面 以赤恩为代表的《性安教会年轻人》 即是信服入华牧斯当年来的真理教导 没有如同香港年轻人一样 被先动去示威、暴动、破坏社会 相反 他是被神培育和锻炼 为神所用 成为新一代的狮子王 事实上 《狮子王》主题曲 《Circle of Life》 正好成为赤恩到达加拿大 Saucebury宿舍的日期音声 相述提到 赤恩在香港时间7月7日 即是加拿大时间7月6日 参观加拿大Saucebury并且拍照留念 而24年前 加拿大威士纳事件当中 尤华牧斯和玉珍思母 少全威策略家夫妇 以及林采开策略家夫妇 离开加拿大回香港的日期 正正就是1995年的7月7日 相隔24年之后 赤恩正好在同一日 回到尤华牧斯加拿大留学时期 第一个住宿以及禅舞会 一期上 完全印证赤恩这次加拿大之旅 以及这一出纪录片的主旨 传承 正好对比一年前 2018年3月18日的Eddie Forum The Legacy 传承 毕业离 神提示尤华牧斯 还有一年的信息 因为一年之后 今年2019年 正正是赤恩中学毕业 远赴加拿大的时候 神越以他这次旅程 印证当年来 在尤华牧斯 优质教导下成长的 聖安教会新一代 将会能够 旋承上一代的心志和使命 被神所恩高和使用 成为新一代的狮子王 另外 原来是施恩到达加拿大的日期 也隐藏了另一个意思 证明他这次行程 就是2018年 还有一年 信息的应验 相信大家都会记得 神所给予第一个 还有一年的提示 是上年2018年3月14日 PiDay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在76岁离世 当时的新闻 更加将他的死亡 和爱因斯坦的离世相提并论 因为 爱因斯坦 是在3月14日 PiDay出生 并且离世的时候 同样在76岁 76 与代表神完美的数字77 刚好相差1 而2018年3月18日 Eddie Forum The Legacy 全城 毕业礼 正在当年的第77日 与76相差1 大家有没有发现 次因参观加拿大 Saucebury宿舍 匹招留念的日期 在香港时间 在今年2019年7月7日 即是加拿大的7月6日 同时出现数字76和77 对应一年前霍金76岁离世 并Eddie Forum毕业礼 在一年当中的第77日 因为加拿大温哥华的日期和时间 与香港的日期和时间 相差了16小时 所以 每日都有半日以上的时间 两地的日期是会相差一日 才会出现以上印证 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 次因不单身处7月6日 同时又身处7月7日 形成了76和77 还有一年的共同相识应验 并且 神亦以数值76和77成为印证 证明2018年霍金76岁离世 外印斯坦同样76岁离世 以及Eddie Forum毕业礼 在一年当中的第77日 都是为了预告一年之后 于2019年7月6日的76 和7月7日的77 次因的加拿大Saucebury之类 余克伊人在香港Saucebury之类 作为示威和暴动的起点 见验神所指示 还有一年的谜题 事实上 尤华牧师于一年多前 2018年3月得到神 还有一年的提示的时候 完全无法估计 竟然会出现这种印证 而且 当时中美贸易战尚未开始 神亦未感到他分享美国 将会再一次在香港挑动颜色革命 所以 神在上年2018年 提示尤华牧师还有一年 是指向一年之后 香港将会陷入没言没了的示威和暴动浪笑 并且指向一年之后的2019年 以赐恩为代表的 社安教会年轻人 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在神给予的考验当中合格 可以被神使用 传承入华牧师 和教会上一代领袖的恩高 成为合资格的同女和身负 最后一点 电影Ready Play A Run的故事当中 提到虚拟游戏Oasis 隐藏了三条锁匙 玩家需要尋找他们 得到背后的彩蛋 而主角 Wade Watt 即是在游戏设计者 James Halliday 死后五年 才找到这个彩蛋 并且传承他所有遗产和游戏控制权 正好对比 成安教会 亦是在2014年占宗事件的五年之后 即今年2019年 既是香港发生前所未有的示威浪潮 亦是新一代狮子王传承得到王者位份的年份 同时 成安教会的新一代 正如电影Ready Player One 是在虚拟网络世界成长的一群 现在我们就明白 为何这一出电影的名字 是如此当日 在Ready Player之后 再加多一个One 因为One 就是代表还有一年 而Ready Player 也就是预备好的玩家 就是指向赤恩为代表人物 成安教会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在2019年已经毕业 成为如上一代一样合资格的侍奉者 可以被神使用 在这个黑马还行的世代发光 事实上 2019年 亦被神以最神奇的算式所认证 901 加419 加1455 加2019 等于4794 即是入华牧师 和玉珍师母的生日日期 加上石安教会的代表性人数 以及今年 正是神在2018年指向 终有一年的2019年 就得出 神给予石安教会最传奇的数字 4794 是我们被神塑造到达定命之时 最后 原来当年1995年7月7日 由华牧师经历了加拿大温哥华 威善娜事件 回香港的两天之后 于1995年7月9日 录音分享了一篇一对一特别报告 《守望者2.加拿大成安事件》的信息 向教会一对一门图交代了加拿大威善娜事件 以及和加拿大舞会分裂的决定 然而 这段录音的长度 正正就是77分钟 完全是一天都不偏差 亦是一分钟都不偏差 印证由华牧师当时在7月7日回香港 并且预迟母会分裂分别出来的决定 绝对是神的旨意和带领 并且 亦都印证24年之后 2019年7月7日 慈恩加拿大Saucebury之旅 与及同日 香港Sauce巴里发生的示威和暴乱 全部都是神的预定 将黑暗和光明分开 从犯罪、污秘 和黑暗的香港年轻人当中 将整安教会的年轻人分别出来 成为圣洁 可以合乎神使用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所说的小狮子 其实里面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们刚刚今年发现的一件事 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狮子王最出名的 其中一首主题曲就是Circle of Life Circle of Life就是Pi Day 3.14 就是我们2018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霍金和奥斯坦死的日期 其实都是Pi Day 都是3月14日 但问题是他们的死 上一代的死 是代表了下一代的崛起 但同样就是 狮子王本身就是说的一个故事 就是上一代的离世 然后下一代的试验和崛起 所以最后我想每一个都跟3个人说 我们无论上一代和下一代 都会愿成神给我们的考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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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我们认为任何事 我们一起呼呼鼓祝 多谢神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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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th